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轻声说 你去寻他 见并没有离去 而是停在原地 中年男子微微一笑 说 他这是我来处理 文言见转身直接消失在茫茫星河尽头 原地中年男子转头看了一眼星河尽头 在尽头他看到一条横跨星河的星空之桥 在桥的尽头有几道极其强大的气息 沉寂一瞬 下一刻中年男子直接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一道声音在那遥远星河之桥上响彻 可有人一战吗 葬天长城 山脉间一道道刺耳破空声不断响起 叶璇依旧在和阿鬼对练着 这段时间来他每天做的事情就是与阿鬼对练 而阿鬼也没有教他任何东西 就单纯地与他对打 而在这期间他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特别是近战能力 他现在的反应能力比之前至少强了一倍不止 不过没办法 因为他若反应慢或者出招蠢 会被阿鬼毒打一顿的 而阿鬼的拳头就像铁锤一般 每一拳打下去都能够让他痛不欲生 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进步自然是非常快的 因为同样的错 他不能犯第二次 不然就会被打得更惨 而对叶璇而言 他是痛并快乐着 因为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在变化 特别是战斗方面 什么时候该出现 什么时候该退 什么时候该进 就这样 半月之后 这一天早上阿鬼再次来到叶璇面前 叶璇突然拔剑 他拔剑这一瞬间 一缕剑光在场中悄然闪过 而就在这时 他面前的阿鬼突然消失 再次出现时 已在他的身后 不过就在此时 叶璇原本要劈的一剑突然转身劈下 应该说他这一剑本身就是要朝后战的 一剑斩下 砰的一声 随着一道闷响声响起 一道残影出现在树掌之外 正是阿鬼 正是阿鬼 阿鬼轻声说 声动其息 不错 叶璇咧嘴一笑 正要说话 就在这时 阿鬼突然消失 砰的一声 叶璇整个人直接飞到百丈之外 最后重重砸漏在一树巨石之上 阿鬼走到叶璇面前 让你松懈了吗 记着 在这个地方 随时要保持戒备 要随时准备 有被人杀的心理准备 叶璇慢慢爬了起来 轻声说 前辈 摩河族要有什么动作了吗 这段时间 为杨兴雨会有许多人来这里 而你也要准备一下 因为摩克族 很可能要有大动静了 叶璇微微点头 好 阿鬼转身离去 原地叶璇盘坐下来 他拿出一枚果子 这是奇异果 他当日和战军 还有秃子去抢来的 而抢来之后 因为之前唐胖子的事情 他们三人都差不多 快要忘记这玩意儿了 增强肉身 肉身经过龙血淬炼 底子非常好 不过 比起这里这些人 特别是战军等人 还是有一些察觉的 而与之前那天煞 更是差的不是一点两点呢 他现在要尽一切手段 提升自己的各方面实力 叶璇服下其一果 很快 一股精纯能量 开始自他体内蔓延开来 这些能量快速被他身体吸收 舒爽的感觉呀 这就是他现在的感觉 很快 这舒爽变成燥热 仿佛有火在烧一般 时间一点点过去 大约两个时辰之后 叶璇站了起来 而这一刻 他全身衣服都已化作灰烬了 叶璇低头看向自己的身体 此刻他的皮肤 已经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有用啊 叶璇心中一喜 继续又拿出下一枚 奇异果吞下 他并没有全部吞下 毕竟这里面有一部分 是战军和秃子的 在叶璇吞噬奇异果时 藏天长城之外 一名男子突然来到城下 男子穿着一件长补衣 右手之中握着一柄长刀 来到城下之后 他抬头看向藏天长城 右脚猛的一跺 地面剧烈一颤 与此同时 一道声音 突然间宛如雷声一般 传了开来 叶璇 出来一站 叶璇 很快 整个藏天长城震动 斩军等人 皆是出现在城墙之上 叶璇 厂中众人扫了一眼 并没有发现叶璇 斩军说 我去找他 说完 他转身消失在不远处 摩科族和魏阳星宇 经常有这种互相挑战的事情 而双方也一直遵守这个原则和规则 那就是单挑 两个人单挑 任何人不得插手 这么多年来 双方都没有坏过规矩 也不会坏规矩 因为双方都有自己的傲气 当然 觉得打不过 可以不下去 没过多久 战军带着叶璇 就来到城墙之上 叶璇看向下方 他不认识下方的男子 而这男子也不是摩科族的青山男子 以及天杀地杀 可能不是摩科族的 叶璇心中猜测着 这时他身旁战军 沉胜说道 叶璇 你可以选择不下去 不过 我还建议你下去 因为这么多年来 凡是摩科族来挑战的 我们从来没有怂过 就在这时 下方的男子突然抬头 看向叶璇 他对着叶璇竖起大拇指 但是下一刻 大拇指急转朝下 叶璇身性一颤 出现在男子面前 男子右手缓缓地握紧 一股强大气息 突然自他体内席卷开来 盛气 男子咧嘴一笑 就要出手 而就在这时 叶璇突然说 好强的气息 如此强大的气息 我从未遇到过 你绝对不是摩科族的 摩科族不可能有你 这么妖孽的天才 文言 男子愣了 然后哈哈一笑 你猜对了 我不是摩科族的 我是 就在这时 男子脸色瞬间大变 他双手猛地朝自己面前 就是一盒 一道炸响声 骤然响彻 而伴随这一道炸响声响彻之后 场中突然间安静下来 不远处 叶璇转身离职 而在叶璇身后 那男子的眉间 一道鲜血缓缓的溢出 男子死死盯着叶璇 你 你放人阴的 声音落下 他直直倒了下去 四周鸭雀无声 热酒死了 叶璇回到城墙之上 战军喉咙滚了滚 叶璇 叶璇微微一笑 他屈指一点 一枚纳戒落在战军面前 这是奇异国 你与兔子的都在里面 说完 他转身离去 战军愣愣地接过纳戒 他看了一眼下方男子的尸体 现在都没回过神来 别说战军了 城墙上的众人都没有回过神来 因为 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 叶璇是什么时候出的手 另一边城墙上 白先生静静看着下方 你教他的 白先生身后 阿鬼沉默片刻 然后说 这种阴招 我怎么会啊 白先生微微摇头 跟我见过的剑修 不太一样啊 这时白先生又说 抑郁的人已经和魔科组联手了 阿鬼点头 抑郁的天才已经进入魔科组 目前来看 他们的目标就是那小子 白先生轻声说 抑郁的人不会讲规矩 你这段时间注意一下 以免他们苟机跳墙 阿鬼点头 悄然退去 阿鬼离去之后 白先生犹豫了一下 然后 转身消失在不远处 山脉之中 正在练剑的叶璇 突然转身 在他不远处 白先生静静站着 叶璇连忙微微一礼 见过白先生 对于眼前这人 他还是尊敬的 因为当初如果不是对方 他可能已经死在 那批强者手中了 白先生微微点头说 我发现你是凌空警 叶璇点头 白先生轻声说 你真实境界 并不是凌空警 你是盗着修炼们 是的 为何 因为我发现 我并未真正吃透 每一个境界 白先生深深看了一眼叶璇 这是别人告诉你的 还是你自己发现的 自己发现的 陪我走走 说着他转身 朝不远处走去 叶璇犹豫了一下 然后跟了上去 路上 白先生沉默了片刻 然后说 只见与你交手那青山男子 名叫左秦 他是天生的灵体 他是圣经 几乎没有水分的圣经 叶璇看向白先生 天生的灵体 天生的灵体 很难杀死 还记得他用刀时候的情况 记得 他俊起了天地万物万灵 这是造化镜才能做到的 但他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先生想告诉我什么 你很优秀 但是还有很多人一样非常优秀 特别是摩科组 这是一个让我佩服的一个组 叶璇满脸错 你竟被摩科组 白先生停下脚步 叶璇这才发现 他们来到一座墓前 海先生说 里面埋葬的是一个摩科组人 说着 他声音变轻 当年 我与公主还有老高 一起杀入摩科组 那一战 原本我们差点彻底覆灭摩科组 但是 眼前这个坟墓里的人 挡住了我们 那一战 他带着摩科组十二战将 十二人 加上他 全部自爆 一个接着一个 自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下集更精彩 《一箭独尊》 下集更精彩